自2月24号俄罗斯开展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已整整一个月 这段时间俄乌双方有激烈交火也有多轮谈判 3月24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表示 俄乌冲突已对世界造成多重不利影响 国际社会应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 推动各方相向而行努力劝和促谈 俄乌战争长期拖延下去 最后的结局呢 是很有可能不仅仅是两败俱伤 乌克兰基础设施 乌克兰的民众他们遭遇到了战争巨大的破坏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出现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呢也是非常巨大的 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全球粮食价格持续走高 攀升至多年来高位 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 加起来约占群球小麦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有分析人士认为 俄乌冲突如果持续 可能引发群球粮食供应危机 周永生指出 从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角度看 战争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大宗商品充高损害了疫情当中刚刚有点起色的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个油价呢一度充高到每桶132美元这样的高度 现在呢即使有些回落还是在100美元左右浮动 所以呢损害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俄乌冲突期间西方多国宣布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划 如美国此前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总额达10亿美元 而针对乌克兰目前所面临的严峻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高度关注并积极向乌克兰人民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我们进行人道主义物资援助是恰如其分的 给一个受战争祸害的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体现了我们这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精神 俄乌冲突一个月来 以给国际社会带来如安全能源难民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 周永生认为 因呼吁俄乌双方通过谈判解决矛盾 再次让世界回归和平发展的轨道 地方国家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武器援助 包括毒刺导弹反坦克导弹 无人机等等 但是他们不派正规部队去援助 为什么呢 害怕和俄罗斯直接交战打起世界大战 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和平发展 所以呢 呼吁呢 双方能够坐下来谈 能够通过和平谈判 互凉互让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 回归呢 和平关系发展的轨道 双方能够他 选择